阿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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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呢 日本的 日本食物 日本外食的單元呢 阿倫要帶大家去吃一個 就是還 算是還蠻有日本風味的一間餐廳 那我們現在就去看看吧 好 跟著阿倫 一起走在 小巷子裡面 然後那間餐廳呢 就在巷子的附近 阿倫 我們現在呢 就要來 帶大家去吃 那間餐廳 它主要就是吃おで 沒錯 又是おで 我們先進來看看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是跟那個おで 有關係的一間店 非常的有味道 非常的有味道 阿倫 謝謝 謝謝 冰鎮的章魚 然後它附的這個盤子呢 還是有冰過的喔 非常的冰涼的一個盤子 非常的特別喔 很鮮甜 好特別的味道喔 甜甜的然後外面又脆脆的 嗯 非常好吃喔 然後這個呢就是 然後這個呢就是 今天的重頭戲 おでん 對沒錯又是おでん 好甜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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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特別的東西 最上面的這個是蒟蒻 QQ的 第二個魚板 嗯 好吃 蘿蔔 蘿蔔 入口即化 昆布 好這一個呢是 炸的おでん 大家一定沒有吃過啊 阿倫也是第一次吃 這裡面的東西呢全部都是 おでんね 像是這邊有那個 炸的QQ啊 跟炸的這個 竹輪有沒有 還有這個 コンニャク炸的蒟蒻 還有其他炸的蛋 什麼之類的 非常的特別喔 我們等一下就來吃吃看吧 這是 炸的蛋 炸的 很特別 我們來吃吃看 感覺會噴汁 炸的蘿蔔 炸蘿蔔 喔 嗯 還滿特別的 不過呢 阿倫覺得還是吃我們普通的 午天就好了 炸之後感覺好像是怪怪的 不知道該怎麼形容那種感覺 很特別 真的很特別 炸的蒟蒻絲 好像觸嚼 有顛果心 吃吃看 嗯 跟我一般吃的那種主肉絲的口感呢 它已經變成了另外一種東西的感覺 嗯 滿特別的啦 炸的竹輪 炸的竹輪 來吃吃看喔 嗯 嗯 竹輪炸過之後呢 它有點 偏硬 嗯 不過還不錯 還可以 嗯 最後呢還有這一個 就他們用那個 煮Oden 偶天就煮那個 關東煮的湯汁呢 拿來煮成飯 還拿到了一碗這個免費的飯喔 感覺是不是真的很好吃啊 我們來吃吃看 這個呢就是 偶天的湯汁做成的飯啊 我們來吃吃看 いただきます 嗯 非常的特別 好吃 再來吃一口 嗯 用這個來做的結尾呢就是 最完美的結尾喔 好的 今天呢阿倫帶大家吃在這間店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像這種非常有特色有風味的一間店喔 阿倫真的覺得 今天真的來 真是來對了 因為之前阿倫進來的時候 其實不知道這間店 其實是這麼有趣的一間店喔 所以今天吃的東西真的蠻特別的 嗯 真的 好 今天的阿倫頻道就到這邊就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阿倫頻道主要是跟大家介紹阿倫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啊 以及像是一些日本有趣的商品啊 以及像是今天這種 阿倫在日本所吃的外食的一些簡單的介紹 有興趣的人歡迎訂閱阿倫的頻道 來追蹤阿倫的第一手的影片資訊 另外呢 用手機觀看的朋友們 在影片的下方呢 有一個紅色的訂閱按鈕 一起按那個鈕來訂閱阿倫的頻道喔 另外呢 這兩邊有阿倫的其他影片 有興趣的人不妨點進去看看 最後還是大家再見囉 等你喔 台湾 台湾也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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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 我吃了 我吃了 那是什麼意思呢 什麼意思呢 是 韓東煮 韓東煮 對嗎 很美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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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 謝謝